很荣幸能坐在这里 我们是受邀而来 参加一个 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 国军军官的葬礼 当然了 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 对于 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 我们不好评说什么 所有的事情 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萧织队长口才挺好啊 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 请问萧织队长 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 他们拿的是国家的新封吗 萧织队长 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 只打国军 是否确有其事 听说 那我想问问 您到底是听谁说的 可否把他拉出来 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质 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 那么 相公殿那一仗 到底是谁打的呀 还有 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 那是不是显得 国军有点太无能了 冯副司令 你怎么觉得他 各位在座的乡身贤达 都一定希望着 一个安宁的 没有战争平静的 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贫富悬殊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 你们好好想想 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 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 我倒是希望 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 跟我们抗战 即使没有经济来源 我们也不会抢买抢买 去绑架你们 去勒索你们 你们是继续的责难呢 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 难道有一个 对你们求好不犯 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 不是更好吗 否则是啊 由我们这支 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 为人民的武装 他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 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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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好 好